欢迎收看NIA News 高雄办新住民讲座 介绍福利分享婚姻经营 内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务站 在13号上午举办了福利资源 暨家庭教育讲座课程 向新住民介绍多项可供利用的福利资源 服务站表示 这次的课程除了向新住民介绍多项福利资源 更邀请到了云桥社会工作室事务所黄敬署讲师 以婚姻经营情绪沟通为主题 说明如何化解在生活上的歧见 并且尊重在婚姻当中男女价值观的差异 台南市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很温馨 台南市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在15号 举办新移民回娘家岁末联欢活动 有100多位新移民姐妹和眷属齐聚现场 欢喜品尝家乡饭菜 聊着家乡事 协会理事长张瑞称赞新移民姐妹 在台湾认真学习记忆研习 融入台湾社会生活和文化 成为爱台湾的一份子 李静勇化身型男大主厨 邀新著名围炉做年菜 云林县政府社会处与新著名关怀协会 在15号举办了一国年菜活动 邀请印尼、越南、中国、泰国等等云林新媳妇 穿着母国的传统服饰来献舞 并且端出了各国美食 县长李静勇化身型男大主厨 他也展现了手艺 他表示新台湾媳妇是大家的宝贝 大家应该要珍惜 鼓励新著名和母国保持适当的关系 由高雄市新移民社会发展协会 组成的第一支陆籍配偶志工团 在过年前 在创世基金会举办的爱心伟牙宴当中 为老人们服务 展开他们融入台湾志工文化的第一次活动 高雄市新移民社会发展协会 成立五年来 从关怀陆配生活 如今结合了陆配姐妹 以实际行动来服务关怀弱势 希望带大家投身公益 与台湾社会完全融合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